孙颖莎苦战四局 却被王曼玉临风出局 赛后一个表情惹人心疼 大家好 这里是万体谈 说起国拼新生代双子星那当属王曼玉和孙颖莎了 两人几乎是从小打到大 并且两人的混双也是无敌一般的存在 当然两人的实力也不容小觑 但由于奥运会回来之后 孙颖莎的主管教练离职 导致孙颖莎错过了最佳的训练时期 因此丢失含金量非常高的士兵赛女单金牌 哎呀 孙颖莎劈偿冲戒了 王曼玉顿时躺在地上 祝贺王曼玉 祝贺王曼玉 同样要为孙颖莎点赞 但即使如此 孙颖莎的实力还是非常的厉害 在没有教练的情况下 依然可以拿到冠亚军 并且在世界杯比赛中拿到了女单金牌 可以说孙颖莎未来可期 现在是考验王一迪的时候了 看看大敌能不能够顶住压力 空短之后 哦 这球拉漏了 刚八平之后 孙颖莎是连得三分 从而以四比二战胜了王一迪 也获得了本战乒乓球世界杯总决赛的女子单打冠军 而王曼玉在经历了两年的低谷也终于涅槃重生 一路过关斩将夺得金牌 可以说与他背后付出是离不开的 那么两人之间究竟是谁更优秀一些呢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首局比赛中 王曼玉迎战孙颖莎 孙颖莎开局就将比分拉至三比二 但王曼玉也是有备而来很快将比分赶超 两人在赛场上竞争十分的胶着 随着比分的不断交替上升 很快比分来到八平 随后王曼玉拿到局点以十二比十拿下首局 担反首位 十一比十 王曼玉重新拿到局点 顶到中路 涨十二比十 王曼玉是先胜第一局 目前大比分一比零领先 第二局比赛中 孙颖莎开局就以五比三拉开局面掌握赛场主动权 打得王曼玉措手不及 但此时的王曼玉不紧不慢将比分追平 两人竞争十分的激烈 此时比分来到八平 随后王曼玉速战速决拿到局点以十一比八再下一局 大比分为二比零 正手短球 漂亮 王曼玉率先的转正手进攻 十一比九 目前呢在这场比赛当中 王曼玉是大比分二比零领先 前两局其实双方 都是很接近的两分之差 比赛来到第三局 孙颖莎开局就以三比零打出气势 凭借着先得分的优势将比分拉至七比五 此时的王曼玉只能稳住阵脚寻找突破 但孙颖莎明白 一旦王曼玉主动出击之后很难防守 很快王曼玉将比分拉至八平 随后王曼玉拿到局点以十四比十二再下一局 大比分为三比 此时比赛已经进入决胜局 双方在赛场上十分的胶着 孙颖莎开局就以五比三拉开局势 此时的孙颖莎已经是背水一战 凭借着先得分的优势将比分一路领跑至七比四 但王曼玉不紧不慢地将比分追平 随后一鼓作气拿到局点以十一比七拿下最后一局比赛 大比分为四比零横扫孙颖莎出局 而孙颖莎赛后表情落寞惹人心疼 不过无论如何还是期待双方在接下来的比赛中 会有更精彩的表现 取三个金牌点 还是控制台内球 王曼玉赢了 四比零战胜了孙颖莎 王曼玉莎获得了本届全运会女单的冠军 既然是不妙道的冠军